而接连受到地震及台风的影响 花莲的观光陷入低潮 除了观光及旅宿业者 想方设法推出优惠 政府也寄出振兴补助方案 让今年的中秋节 虽然没有廉价 但花莲的饭店订房 却直线飙升 高达九成 中处假期来临 不少业者都赶紧寄出优惠方案 尤其是花莲更是大手笔寄出优惠 哇 非常多的宝宝耶 正在甲板上穿着旧声音 欣赏海里鲸鱼 成群结队悠游相当优先 根据我们现在的统计 在海上除了看到大量的鲸豚之外 大型鲸种所出现的几率 包含了领航鲸跟抹香鲸 其实是比往年都更高的 赏金业者为应中秋 趁势推出从9月14号到9月18号 受薪免费上传赏金的优惠 坐上紧张刺激的游乐设施 不仅孩童就连大人都忍不住 惊声尖叫 花莲海洋公园更是在中秋假期 祭出一连串的好康优惠 只要是生肖熟兔的民众 皆可以免费入园 还有穿着指定特别的服饰 例如嫦娥月兔无缸等等 并打卡分享 也可以享受599入园优惠 9月整个月的寿星 也可以享受免费入园 从8月3号到年底 民众只要购票 就能享受隔日免费再入园的优惠 不仅搜险娱乐项目 就连饭店也都定满满 一望无际的无编辑游泳池 配上影音俱全的饭店设施 让民众来这边度假相当惬意 那我们中秋节目前的住房率 已经来到了五成 那我们现在推出的优惠专案 是帮大家补贴来回的一个火车票 然后折抵了880 大概从14 15 大概住房率都是还蛮高的 尤其到15号礼拜天的时候 都将近有九成的一个住房率 虽然中秋没有廉价 不过花莲近期为振兴观光 所祭出的补助优惠 提升民众订房的意愿 也让部分饭店达到九成高的入住率 花莲观光一步步振兴 也让业者松了一口气 表示终于回归正常 接着中文报道